9月19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四架MV-22鱼鹰轻转悬翼机 从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出发 进行了一次跨太平洋飞行 最终降落在位于夏威夷的海军陆战队基地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 两架KC-130J加油机 为这批鱼鹰进行了空中加油 V-22轻转悬翼机在外形上 与固定一飞机相似 但翼间的两台可旋转的发动机带动两具旋翼 在固定翼状态下 V-22像是一架在两侧翼间 有两个超大的螺旋桨的飞机 在直升机状态下 是一架有两个偏小的旋翼的直升机 这样使其具备直升机的垂直升降能力 但又拥有固定翼螺旋桨飞机高速 航程远及油耗较低的优点 最大飞行速度达509千米 是世界上飞最快的直升机 而美国也正在研究鱼鹰的预警机 与加油机型号 与垂直起降战斗机配合使用 其是按照美国空海陆军 及海军陆战队四个军种的作战 使用要求而设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